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9日,这是今天第一场读报点评节目 来看看新华社的头版头条是一篇评论 《中华论将调查研究发扬光大》 铜鞭子洋洋万言,谁就是吹牛皮啊,你看他讲的那些话,我认为就是仿佛习近平和这些小野人们生活在真空里,完全是中国的另一个世界 早晨起来看到的新唐人大纪元,海外媒体视频报道国内的情况,现在是天灾人祸频繁的 你看在河北,有一个地方的天空,燕子乱飞,还有顺义,地里冒热气,冒水泡 旁边是一片绿油油的田地,中间孤零零的地方 仿佛什么像水开锅里一样,非常吓人 还有这个滕戈尔沙漠发生洪水 这很有意思,沙漠里怎么从哪里来的水啊 还有这个张家口 看到乌云亚丁啊,那些画面都吓人啊 还有这个河泽也是这个燕子乱飞啊 还有大庆,这个天空出现一些器官啊,等等等等吧 不一页列举,太多太多了啊 似乎显示现在中共统治下呀,一片乱象啊 这都是不好的征兆啊 但习近平你看,他好像他这个政权一点不在乎啊 就游离在人民群众的这个目前的困境之外 搞所谓的中华论,中华论的题目还是什么呢 将调查研究发扬光大,将怎么调查研究 其实他根本不太了解民间的情况 或者了解了以后啊,故意的粉饰虚构啊,渲染夸张 他不去研究老百姓到底,不去应对老百姓面对的麻烦啊 你看黑龙江今天我看,武昌的大水啊,叫洪水 有一个女士大概家里可能是搞那个叫 武昌大米砖以后啊,种武昌大米,大米卖的好啊 那个当地老百姓就靠武昌大米,就靠这个稻田生存啊 一年伺候那个弟弟的庄稼很不容易啊 你看那个女的讲得很感动人啊,她说她酒吧洪水的时候她五岁 也就是那时候我去采访过啊,我去采访的时候她五岁 你看她现在讲她家的情况,就是水稻圈淹了,毁掉了 她非常心痛啊,没得到任何补伤啊,房子也淹了,稻田也没有了 柯勒无首,然后呢,什么什么也没有了啊,她说还要努力三年 然后现在这样的努力啊,还要三年也许,就是才能恢复原状啊 你想多艰难,但是你看这个官媒的报道,完全是没有一点实际内容啊,就在这吹牛皮 这个中华论呢,其实就是中宣部,就是中南海领导成了一个气体决策写作办 就像当年那个梁孝啊,王国大革命的时候,这个就是四人帮的时候那些写作主义啊,奉领导的命令写的 完全是虚假的夸张,就讲习近平指导,下边人进行调研 二十二个故事啊,调研的成果,讲了半天就忠诚习近平 还有第二题,你看,聆听金句,金句,就习近平的话就是金句子啊 他不解决实际问题,哪怕你能谈一个地区,怎么去解决老百姓的困难也行,没有啊 每天就在吹牛啊,看了以后这使人生气啊,这个确实是没救了啊 但因为他早一点加速,早一点垮掉,这个垮掉还需要什么,需要突发世界啊,需要大事 包括什么,包括他和菲律宾,这会如果能发生冲突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机会啊 到现在类似呢,关于菲律宾这个冲突这个事啊,今天美国的回应来了,美国的回应非常有力量啊 这是美菲防长通话,就美国和菲律宾两个防长,国防部长,这是最大的最有力量的部门通话 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这个条约下面呢,对菲律宾进行支持 这是今天这个发广的一篇文章啊,你看这篇文章有个照片 这是两国的防长,防长大照片啊,这防长奥斯丁啊,和菲律宾的防长,叫特罗,特罗多罗,举行电话交谈了 他为什么现在谈,就谈怎么支持他,也就是说呢,现在已经不是补给船被中共水炮给搞了一下嘛 其实菲律宾肯定过几天还要派舰艇啊,船过去,还要派这个船过去啊,补给船 那么中共敢不敢再打水口,再打水口怎么办啊,也就是可能美国也好,菲律宾要采取措施 中共也可能也不服软啊,这可能矛盾就要升级了啊,升级导致战争 就是西民这个政权,我看将来很可能就在战争上的垮台 因为你看老百姓恨的吗恨的,你就看黑龙江,我今天看了大量的吉林的,黑龙江的 就没有看辽宁少一点,因为辽宁不是太严重啊,也有些地区非常严重了 那么,将来就是打起仗来以后,民心所向看多少老百姓支持的 你看那个聂岳峰这次在河北出来作秀的时候,老百姓当场就呛他 那是省委书记以前哪有啊,已经证明不得人心 他在这个情况下,他还在这每天吹牛皮啊,而且还在内斗 你看今天第二题是,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就是有一些,肯定党内有些矛盾嘛,你不能说每一个集成的党员领导 公安厅这个官员,这个名,这个我没见过他,但是我知道就是,他过去是盘锦的啊,就胡温那个时代啊,他是盘锦市公安局局长 因为那个地方我太熟悉了,他讲到谁我基本上有印象,或者他熟悉的人我都知道啊,他当过两个地区的公安局长 一个复兴,一个是盘锦啊,都在胡温那个年代,都退下来现在啊,16年就退休了,你还抓了,这正名是抓谁,就是为了抓李克强的派系 因为这个,辽宁这官员啊,都往上面走,他就请客送礼,也是一起往上送,呃,他李克强,我据我所知,他不会收钱 但他手下的人就秘书啊,就办公厅的人有的也收钱,所以好倒霉了啊,你可以看他现在内斗,内斗今天就是,交通银行抓了一个高管,高管,是金陵租赁公司的,就银行下边有好多公司,这公司老板 那就是国企老板呗,辽宁抓了两个啊,这就是内斗,你看第二题是,从严之党,什么从严之党,就是挑选对立派抓,要自己这个派系他就保护啊 你看下一题是,加大支持力度,多部门,迅速拨幅防汛救灾资金,中央财政紧急预博了十个亿,你看这么大的灾难,你看多少个地区才给十个亿,他好意思讲呢 还叫加大力度,你要小力度是什么 你看今天,我看海外媒体的报道采取比较报道的办法,这个效果很好啊 就同时报道中国捐物资资金给苏丹,你看苏丹他捐了多少是吧 他采取什么办法 他那个非常重视给外国政要,招拉关系,因为他在国际舞台上名声太臭了 习近平还吹嘘自己是国子大志,还想指引全世界的方向,他给自己秀一秀 不顾自己本国老百姓的灾难,其实都加速他的垮台 那么这个失去民心这个事怎么能体现出来,就下一步的战争 本人认为将半岁的国内全面的动乱到哪天,你就会知道了 知道他打起这个让来以后,陷进去了以后,西藏、新疆内蒙 香港,相信这地方都,将来就是连省自治的 哪有政府,你就看这一次洪灾,你就可以看出 当棍全跑了,各管各的,我跟你讲,他跑比谁都快 连那岳峰都是,省委书记都等结束以后再去了 省长,王正普昨天我做的结果都没有了,我估计就抓了 这些人不许讲了,后面这些都是虚假宣传关于救灾方面的 第2,第3题,第4题,第5题,没有一件办事事 没看出他办什么事,就是拨了什么10亿元 即便这10亿元,你要想发到继承老百姓手里 跨越千山万水,验过八宝,层层贪污受贿 我就跟你讲,我太值得这些官员 只要是我以前不讲到,连这个香港的港商 自愿捐那么几十万块钱,那个省委宣传部 一定要拿到他那边,就不让我们直接给那个 通过我们,本来是通过我们文卫报 转一张支票给这个福利院,他都不允许 他拿他的表演,拿到他的,留一部分要做宣传开会 做费用,我们就是腐败的烂头 那是还是比较好的年代,你要吸引你这个年代更不用讲了 说每天你就要看这报道,你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其实就是做宣传,另外就维护他的政权 千仓百孔,能遮掩一天是一天,能混一天 一直混到最后战争开始,就露馅了 好在现在,给我的感觉似乎这一天到来了 你看,他这里没有办法,他邀请外交部发言人 九部分国家驻华世界访将打击人文 他怎么会是,他邀请了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 就这些斯坦国,和他关系比较好的 那么几个国家,到中国来访问什么呢? 外交国来访问新疆 那就肯定都设计好了,安排好了 有吃,有喝,有玩,有那个 每走一个地方都找一些新疆 这个维吾尔人联的,愿意配合这个宣传的 给点钱的,然后表演,骗这些外交官 他组织这么一个驻华世界访新疆这样一个团 大概有六七个国家吧,这都是作秀欺骗 还有后边,你看,西华时评脱钩锻炼 挡不住各国发展的诉求 深怕什么,美国等国 其他公民国,可他彻底 就是脱钩,一定要脱钩 脱钩他就完蛋了,我跟你讲 他现在就想骗西方吧,骗不了了 很纠结这个事 你看下一题就开始 不得不承认 这个国内的,也是虚假宣传 一方面今天公布了 就是石油汽油涨价了 他不得不公布,涨了点价 但是他这一次 他讲的国内的物价还降起来了 国内物价运行总体稳定 其中还有什么粮食 什么这些,反倒这个价格还降起来 谁能相信呢 你看,七月份 全国居民的消费指数下降了0.3% 加拿大都涨 美国都涨 全球通胀是全球的 他在吹牛皮 你看,这个就是虚假宣传吧 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非常不满 他只好编出故事来了 讲到食品啊,什么蔬菜啊 鲜果啊,鲜菜 价格分别都下降了 百分之什么 5.1啊 1.9 市场供应充足,粮肉价格持平 鸡蛋食用油 牛羊肉 芹肋都下降了 降幅在0.4至1.4之间 你看,正眼说瞎话啊 看,老百姓越看越生气 因为每个人 都拿菜拿的买菜吧 是吧 这就是当官不用买 你就在家呆头,送的都吃不完的 堆积如山的 是不是啊 你要当个官不用当太大官 你当个科长 那个企业如果还有钱的话 你说年有花钱买东西 何况处长,局长 中共这个统治下就是当官最好 当官什么都有 老百姓倒霉啊 你这个后边讲这个房地产政策 现在房地产政策已经一塌糊涂了 完蛋了 昨天看到一个报道 讲到这个碧桂园说是也爆雷了 这个应该我估计是靠谱的 这种房地产企业都像恒大一样 是既恒大之路又一个 你看王建立的企业现在也出问题了 不出问题 怎么可能内部抓出腐败分子了 所以刘海哥把这个副总也自己抓自己抓了 据说是内部腐败 这里都很难讲了 肯定是经济不景气 经营不景气 你想当年如日中天的时候 这个怎么可能这个王建立还在乎那俩钱 说啥 王建立我知道他轻易他不得罪人 他很精 这次爆出这么大的新闻 就中国民营企业都不好过 恒大现在已经倒下了 对不对 马上碧桂园 碧桂园再一倒下 你就看吧 这个房地产可以这样叫骨牌效应 这就是什么 经济即将崩盘 战争还没打呢 就变成这样子了 至少现在虚假宣传 讲到房地产政策持续优化 这优化也没有用了 因为你已经拉动三驾马 马车全熄火了 你就所谓投资消费出口 这通通不行 现在你投资 你投再多就是无敌度 因为什么这个缺口太大了 而且已经大环境变了 你想每天你就跟菲律宾这一件事 就是做死 就现在这个时候你在打气仗了 你就想就学上加算了 那个东北一个老百姓 这个三省老百姓 你就看这黑龙江的老百姓 我最了解他的 我跟你讲 他们特别的能战斗 特别能吃苦 你看那个村的人 洪水来了 跑着没有政府 最后就剩了十几个人 在山上点篝火 在救援 你就想想到这个地步 打气仗老百姓 还能给你上前线 直接就反水了 我跟你讲 各地就独立了 就直接就 叫联省自治也好 政府都跑了 官员跑了 跑到美国加拿大被当官的老婆孩子 什么这边制裁 是吧 你到这边也制裁 你到那天以后清算你 包括你把转移到海外这些钱财 新诞生的 将来就是很可能是以卫星生为 这个这个 也可能卫星生是大总统 也可能人家蔡英文呢 还是谁的 是吧 反正将来肯定是天就变了 到时候新政府就在追这些财产也一样 啊 所以这一天给我感觉适合到来了 但是中共还在自娱自乐啊 还在在这吹牛皮 还讲到 也这里还讲到了 这个 很多专题吧 不许一一列举了哈 这里还讲到了规范人脸识别技术 这个就是什么呢 既然灭亡之前 他就加强镇压 镇压的手段就利用高科技 就是人脸识别 这个人脸识别 大家想一想 这个王立军临跑之前 不就是 说是跑到处夺摄像头 他要到成都大使馆去跑的时候 还生气 结果这个摄像头都他自己按的 说没办法到了一个 一个偏僻地方 好不容易找到我的影啊 叫这个 他当时公安局 有铁杆的兄弟们开车送他嘛 说是他跟他那底下的人就讲 我说这么难跑出来 他说到处都摄像头 我就咱们按着摄像头 这个王立军 就有点像当年冬州列国志里边讲的那些故事 是吧 齐子王那时也讲的故事 所以想想这些人呢 就习近平将来他跑一次 他说不定将来他本来想要没有这么多的脸部识别系统还好一点 有这种他没跑出去 说不定啊 表示你们会看到那种戏剧性的场面 他如何在民运沸腾当中 将来就是说 这个陷入灭亡的人民群众的弄火当中啊 这一天给我感觉事故到来了 还在那规范什么人脸识别 你就像他不规规不规范都是党说了 他想抓随他就抓随 他想这个监控系统对人随对人随对人随 对不对 你看这个在药文聚消里 就讲到王怡 还要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减不在 那么下一题是讲那个最高法最高解 发布环境污染犯罪司法解释 环境污染犯罪业犯罪最大的犯罪主体 就是中国共产党 你看这一次 这个熊安为了保熊安 泄洪泄到这个卓州和靶州 这是不是典型污染环境最大的犯罪分子 是吧 这个现在已经 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下这个令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让这个月宁分高的 王政府也没权 即使王政府首先在港位他没有权利 老百姓非常有意见 你看公安部交管局部署受灾地区 迅速恢复交管窗口服务 你就看这么个报道 你看实际事故当中哪有管老百姓 我刚才看这篇报道非常有意思 现在这个时候还要搞网上办 你就想想吧 你就网上办当地老百姓现在目前困境 恢复重建啊都在那收拾自己的家里面 你看那现场的场面哪有心思什么上网 对不对 你看那老百姓房子刚装修完了全毁掉了 要重新恢复再多长时间 对不对 另外有没有钱 还得需要动力啊 反倒这个汽油价格还长了啊 你看后这几题都是虚假宣传 为了打仗 应对战争又树立一个这个新时代最美的军人 叫赵立 驻魂玉神为打赢 他这个仪位只要是宣传好了就能打仗 没有用我跟你讲 这跟五十年代不一样 五十年代那时候和现在的形势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刚解放 刚让建政共产党变个谎言啊 忽悠我爸爸的年轻人他们相信 你现在你你你骗谁相信 就这些灾区老百姓 呃 蒙受这个灾难 你想让他相信什么 他只能向眼睛看到了 对不对 今天万维网写了一篇文章很好啊 他就讲到北戴河拙浪排孔啊 三大南铁灵西平焦头乱恶 我们来看他怎么讲 他说华北大雨啊 河北洪水滔天 但七常委集体人隐身有迹象显示 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秘密召开了 现在我估计结束了他们内斗啊 相比卓州人民的水人火热 习近平面临的三大难题 本次会议呢可能讨论秦刚军队大清洗 解决中国的经济困难 这么几个题目 我认为还有一个题目最重要 就是要打仗的事 他总是想把矛盾转眼海外 是打台湾呢 直接干 还是打菲律宾 日本先找个远世的你 也有的时候要打这个 好像是属于台湾的几个小党啊 这样可能更方便一点 谁知道呢 这篇文章讲 历年的北戴河休假式会议 都会围绕中共党内的重要人士安排 及未来政策秘密协商 如今习近平有三大难题 第一是中国经济面临重重压力啊 陷入了通缩危机 中国要如何应对 中国经济持续衰退也是北京面临一大难题 中国已经全面开放了大半年 但经济没有快速的复苏啊 他原先想象就是三年分控 等放开以后啊 就会这个迅速的啊 像过去那样 不可能了 已经大环境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主要是美国已经像它关上大门了 中国已经全面的放开了 但是呢消费生产外贸处大幅下跌 中国经济面临通俗危机 中国当局对此说说无策啊 说尽管李强一再鼓励民营企业架大投资 积极发展 但纽约时报报道 一些民营企业家私下嘲讽 中共的承诺鬼才能相信呢 这里有讲到说是 他的三大 把习以民三大事交错了 第二个就是秦刚的事 说是上阵七个月就被免制了 原因不想 其实这个事现在我认为 北戴河恐怕不会去更多的研究了 习以民现在暂时不定 到底是倒向俄敌 还是和美国磕斗 和美国磕斗也来不及了 我认为他主要还是解决打仗俄敌 就目前啊 这边文章接着又分析讲到火箭军呢 火箭军内斗的问题 腐败的问题 火箭军换帅 多名高级将领 卷入反腐风暴 释放军队大清洗的信号 其实他这个解放军火箭军这个事 真真假假腐败也好 还是泄密也好 他主要是为了备战 习以民要把这个部门换成自己的任意 因为这个部门里 上面有个大照照了 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保护伞 那就是这个这个 魏凤河 国防部长 他是李克强的人 这是最关键 他主要想清理魏凤河 连带的清理了 火箭军 魏凤河过去 主导火箭军下巴 所有的人都是他的 彻底的给他拿掉 换上自己的人 他认为才能打仗 你否则一打仗不就完了 部队本身就造反了 对不对 那么今天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 人们都看海外媒体 也都正在报道 也就是什么 现在中共和俄罗斯的合作 这个是无上限 现在越来越显示出来了 中俄舰队逼近阿拉斯加 美国海军出动四艘驱逐舰 强势回应 这是美国最近我刚刚看的消息 8月5号 夜间发布的一份新闻表指出 中国和俄罗斯海军 11艘舰艇组成的联合海巡航电队 上星期驶进了阿拉斯加海域 美国海军出动四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 进行跟踪监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共还是准备要打仗 他不打也不行了 美国这两天就一招一招的出台政策 特别是加强对中共的全面的制裁封堵 而且现在关口前一并临呈下了 大家都知道了 美国的灭国神器 已经在富山坑停靠准备好了 所以这场战争本人认为已经临近了 刚才讲了一半 在部队的火箭军的问题上 你就可以看出习近平非常着急 为了应对目前严峻的形势 这篇文章讲 火箭军近日发生异动 习近平任命来自海军的王后兵 他认为王后兵摇成奖 是因为王后兵以前在部队搞作战计划 有可能是让他来应对一些战争 让他做计划 战争得做计划 你必须有计划怎么打 不是开玩笑的 要很专业计划 姚承讲的也是有道理的 他说空军的徐熙胜 为新任火箭军司令和政委 外航接管了火箭军 他任用空军的徐熙胜 当天我在多报点评节目就讲了 他可能是为了打台湾 因为打台湾第一轮肯定是空中作战 他要战略空中优势 肯定是派军级 对不对 先对台湾进行狂轰难杂 你看他现在每天这么多军机来骚扰 都到了中线 他在看什么 瞪大眼睛看台湾下面 因为台湾是个小地方 大蛮子的 看底下军事设施在什么地方 他就研究这个 我认为 但是这些人接管火箭军就是外号了 的确是这样 火箭军有专业性很强 所以这个完全是有利有弊 对习近平来讲 这个香港 这篇文章讲 香港媒体早前披露 第三任火箭军司令的于超 上将被带走调查 被带走还有刘光 炳和张震宗 而且最有意思就是徐中和 这是习近平人民的 徐中和 这个也都现在不见了 这证明他是抓了一批人 这篇文章讲 与此同时 美国海军大学 复属智库 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 7月30号发布一份 中共军队海军航空兵 重组的报告 又把海军航空兵的内幕 给披露了 这是继去年10月 中共火箭军泄密实验后 该美国智库再次曝光了 另一个军种的机密资料 意味着中共军队的详细部署 最新动态 尽在美国掌握之中 你要说是李毅超 那就可能不对了 是吧 不光李毅超 就很多人都暗度陈仓了 说近日 除了火箭军缓帅 其他兵种也在洗牌 北部战区司令刘青松 调任东部战区任政委 原任空军上海基地司令的 吴俊宝总将 担任东部战区司令员 空军司令员 他调来调去 就证明他随着不相信 而且将来不厉害的战争 这个悉尼科技大学冯教授 冯总义认为 随着习近平对军队的不断整肃 习近平担心军权不稳 甚至引发政变 他认为习近平现在最大的威胁 一个是霍旗肖像 就是政变 他最怕是一个政变 人把他圈夺了 要怎么王少就要死了 这有关系 第二个就是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刚讲到了 以前人民群众就不满 主要是集中在年轻的一代 白纸革命都是年轻人 鞭炮革命 后来都可以看着蓬仔粥 都年轻一代 你看现在 后来变成了白发革命 也显示出离退休的 这些老头老太太 像我们这个年龄 到了晚年的西洋未红 反倒非常不满 主要是为了生活费的问题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男女老少都不满 你看东北这次洪水 你包括北京 卓州 这肯定老百姓 对民怨沸腾 是不是啊 所以将来对西洋未红是很大的麻烦 有可能发生这个社会 这个事件 甚至暴力事件 有评论认为 西洋未红面临上述的三大难题 恐怕还难一时解决 但现在第四个问题 就已经摆在了面前 中国华北地区的洪水 他把这列为第四个是洪水 受困人口200多万 并引起大规模的抗议 抗议已经有了两个地方 是吧 霸州有了 还有个 还有一个县城啊 说警民对峙 这个官民冲突 东北的大面 洪水蔓延又开始了 你看现在这个形式是吧 对习近平的统治极其不利啊 那么下一场再给大家分享 分享更多的国际新闻 好 谢谢再见